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炸韭菜饺 不是饺子的饺 圆圆的 鼓鼓的 像动物的耳朵 或者是牛饺 还是先来和面 400克面粉中倒入温水 我用了230毫升的水 下手把面絮都揉在一起 形成一个粗糙点的面团 盖上盖 饧十几分钟 待会揉就很容易了 回来咱们把这个面团揉成稍微长一点的条 然后三折一下 揉一分钟左右 形成一个光滑的圆柱状 再盖上盖 饧个半小时吧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去准备馅儿 为了缩短时间 我们用开水来泡粉条 如果是冷水需要的时间就比较长 敲四个鸡蛋 起个油锅 多放点油 把蛋液倒进去 底下凝固了 就拿铲子把它推到一边 让其他的液体尽快的也凝固 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 然后翻面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特别嫩 然后咱们用铲子把它尽量的铲碎一些 鸡蛋离火 把它放凉 用这个时间清洗一把韭菜 并且把它切碎 开水泡过的粉条很快就软了 我们也把它切碎 做馅儿的三个材料就准备好了 现在开始调味儿 混在一起 加三克盐 三克花椒粉 三克五香粉 两勺酱油 一勺香油 一勺蚝油 搅拌均匀 馅儿就准备好了 我们来包菜脚吧 饧好的面团特别软 我们不需要再反复揉了 把它搓成个长条 中间切一刀 拿其中的一份 把它搓成一个细的长条 比做饺子皮的稍微粗一些就行 全部切好 把它按成个圆饼 全部放一起 盖个保鲜膜 不要让它干了 拿出一个来 像擀饺子皮一样 擀一个大一点的面片 比平常的饺子皮大一倍 放点馅儿 这个馅儿大概也是三十克 没有任何花样 就是把它对折 两边一点一点捏起来就好了 我第一边大概是捏半厘米 这么宽的一个边 把它封口 第二边捏的时候 用大拇指跟食指之间 尽量把这个边给它捏的薄一些 待会儿炸出来 这个边就特别的脆口 如果这个边特别厚 炸出来就没那么好吃了 影响口感 用这个手法 把所有的菜脚都包好 包到最后的时候 我会把馅儿均分 这样 又不会剩馅儿 也不会剩皮 中火 用个散口的锅 都放点油 把油温加热到150度 木头筷子插进去 会有密集的小气泡冒上来 温度就可以了 菜脚里的馅儿都是熟的 并不需要炸很长时间 菜脚的边特别薄 一油炸 就会形成这种白色的边 把菜脚翻过来 把菜脚翻过来 油温一直在170度左右 再翻一下面 把两边都炸成金黄色就可以了 摆放整齐 是不是很像牛角 圆圆鼓鼓的菜脚就炸好了 馅儿香 皮儿软 边儿脆 如果您没试过 您就试试吧 无论是热的 还是凉的 都非常好吃 小朋友吃不停哦 好 谢谢您 我们下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